这些僵尸将会不断进化 他们不再害怕阳光 他们不再到处流浪 这是只有僵尸的世界 现代情势目 大家好,我是鬼鬼 我们现在已经被僵尸给包围了 这些僵尸们混入一个掠夺者 怎么会有二招的掠夺者队长在这边 这些僵尸们开始逐渐进化了 他们开始学会使用武器 甚至有拿弓箭的 他有斧头有铲子 武器越拿越多越来越凶狠 OK,他们已经越来越强大了 二招的掠夺者居然不会被咬吗 你也是僵尸的一伙吗 在这末日还想来掠夺吗 收死吧你 但目前僵尸的量呢 我们没有一个范围武器 有点打不动他们 会太消耗我们的子弹了 我们僵尸树已经快达到1000只了 在右边我们有一个统计 那天快亮了 应该没死了 之后的晚上呢 只会越来越危险 当他们会开始破坏方块的时候 变得聪明 会爬墙的时候呢 那就是我们必须 加强防御攻势的时候了 先在我们的家呢 做一个简单的开关的方式 这样子直接挡住 那我还没有做自动化 应该是可以从这边踩进来 然后直接关上 然后再从里面打开 应该也是可以 那我目前先手动开关 我们这里呢 做一个小厨房 毕竟我们也需要吃饭的 我们在炉灶上放了平底锅 它可以自动帮我烤东西 没有错 它一次就是 接续的烤下去 我放一组的腐肉进去 一直慢慢烤 那现在呢 我们要注重 营养均衡了 那水果 穀物 蛋白质 蔬菜 糖分呢 都要去摄取 才可以变得更加的茁壮 我在旁边的小厨柜呢 放了很多的食材 目前我们有的食材呢 可以来做一些 特别的料理 烤过后的腐肉 加上骨汤 还可以做成更高级的高汤 这是腐肉汤了吧 超级饱 超有蛋白质 但是光蛋白质也不行耶 我们得吃一点菜 看来必须做一些 更加复杂的料理了 我们后面的菜园 好像可以收成了 番茄这个是 可以持续收成的 就像果树丛一样 这边可以一直收 我番茄已经大富翁了 然后我们更多的是油菜 一整片的油菜田 我们可以开始炸油了 如果我们需要这些 油菜籽的话 我们要拿去炸油机 今天遇到蓝月了 蓝月听说我们的 农作物生长速度也会比较快 然后产生酱汁量会减半安全的一天 今天感觉很适合来做菜 我们先把各种书先备一下 我们家地下有稍微挖了一块地 但目前只是来放水的 我们来做一些意大利面好了 把面团全部切切 再加一点羊小排 加上番茄酱 这样子我们的羊小排意大利面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还有准备袋鼠肉 来做个袋鼠汉堡包吧 这个也是营养均衡 看起来就很好吃啦 我这边的水稻也成熟了 这要种在水里的 它可以一直收成 等一下这边怎么有一个变异僵尸 一行好大只哦 那一只特别不一样 OK 好像在僵尸圈里面 好多好多好多 死了死了死了 那墨镜的皮革来源还是蛮缺乏的 看要靠僵尸身上这种皮革装了吗 还有我们之前在宝箱剪到的鞍也可以稍微剪几个 毕竟我们在这个世界连马都不让我骑 我们上次完全不能驯服它 所以好像没办法耶 接下我们终于有腐肉以外的东西可以吃了 带鼠肉汉堡啦 鸡肉汤 还有蔬菜杂会补充这个菜 虽然我本来不吃菜 但我们珍贵的糖分来源很少耶 要做蛋糕 或是我们南瓜派巧克力派 这需要大量的牛奶 我们的奶好像有点不够 苹果派感觉是可以做的耶 这边非常多的小麦 这果物量应该也很高 那甚至还有奶洞 哦 苹果酒 哇 可是这好像没有糖分 乐可可 哎呦 周围的怪僵尸越来越多了耶 那一坨是什么 那好多的脸哦 胖胖僵尸 感觉是会那种会自爆的 真可怕 好像在下面卡住上不来 那我们今天稍微来发展一下我们的炸油厂 然后想办法提取到汽油 但这个好像 哇 需要电耶 我们现在做一个简单的发电机 然后加上一个手摇杆 没有错 但是 能力发电 用转的 有电了耶 有耶 来吧 开始炸油 OK 继续转 这算是一种人工炸油吗 这样子 有耶 油菜 Cake 这个副产我只能拿来堆肥 哇 我只是想来挖个沙子 这边的城市怎么从水中蹦出来啦 哇 怎么那么多 OK 他从这里 你看从那边 蹦蹦跳跳蹦出来耶 这什么东西 鱼跳起来的感觉 OK 这边也这么多 哇 这边也是很危险耶 水中也不安全耶 诶 等一下有怪怪的 OK 居然还有拿三叉几的 边跳边射 好惩 哦 痛 水 有人在偷丢 哦 那个丢得很快耶 水的好像更危险耶 大家都有三叉几哦 人手一把是不是 完了 还好的现在 我的盔甲很厚 别再偷射了 OK OK 然后射到自己人了 哦 我们现在这个装备真的很扛耶 钻石胸甲 特战头盔 滚的 哇他们这边掉东西就有点不一样 哦也会掉铜 就橙色的东西 哦但是量有点多 哇 OK 他整个水都是他的生怪区 那好像比平坦的地方 更加可怕 对不对 哇 我这个状态 一直命中吗 解除不了 原地动弹不了 OK可以了可以了 呼 水边有点危险啊 我补充一下我的铜 直接用减然后比较快哦 赶快先后我们基地好了 晚上这个量真的很多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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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現在發現按右鍵瞄準的話呢 射速比較快 冷卻比較短 然後好像不妙 我們剛剛聽到一個怪聲音沒有錯 是這個 今天遇到摳摩是特殊事件 有人在吼叫 召喚出來的怪東西 OK 這殭屍馬真的很扯欸 跑成這樣 喔 我覺得我要去補一下散彈 我打光了 我剛剛又準備了三組的子彈 全部消耗光了 那個殭屍馬真的很可怕 還好我們殭屍這樣越打其實不虧啦 火藥是賺了回來 但就是鐵 鐵跟黃金的資源會 喔 會有點慢慢 慢慢減少 然後還有蛛絲獸也是這個特殊事件 才會冒出來的 然後想說我們還沒去地獄呢 地獄 不曉得這邊的地獄有沒有被感染呢 這個病毒不知道有沒有影響到地獄去 好多史萊姆球喔 撿一下撿一下 我們現在做一個高級的發電機 這個就需要吃油 但是我們必須先用第一桶油 才有辦法用柴油去生電 那目前這個植物油呢 它沒辦法直接使用 還要做一些混合 我們要做一個高爐來燒它的甲醇 我們要用甲醇去混合我們的植物油 可惜我們要藉由人類的發電真的是超困難 量實在太少了 我們這邊好不容易燒成一個木炭 然後也燒出100ml的甲醇 然後把液體流到我們的混合機裡面 我們看一下100ml這樣的油 有不要辦法產電 我們想辦法先讓這個發電機運作起來 有了 我們混合了100ml的混合液 再把它接到這個分離器裡面 有100ml了 這邊分離出100ml的生物柴油了 然後把它傳到發電機裡面 有耶 有電了 哇 這個能量好強喔 才花82ml就能產生到 哇 將近3萬的電量 這麼扯的嗎 一點點的這個柴油量居然這麼強大的能量 有了有了 大家都開始用電了 哇 沒問題耶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自動化我們的油繼續炸 那這樣子我們的汽油煉油廠應該就沒問題了 只是我們的油會全部先灌滿到這邊 至少把這個發電機先弄滿嗎 好像不用這麼多耶 我們油 這個油要到1000ml 我們應該才有辦法去加油吧 不曉得一台車吃的油有多少 不過我們之後有汽油桶可以把它帶走 欸 等一下 怎麼有殭屍闖進來的 欸 從裡面冒出來的嗎 怎麼可能 怎麼進來的 他們 你們已經會爬牆了嗎 不會吧 欸 我被破壞了 等一下 我的柵欄怎麼沒了 哇 開始會猜東西啦 完了 開始進化成這個階段了嗎 等一下 我的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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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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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閃道好像沒子彈了 完了 入侵了 入侵了 等一下 我們的家不安全了 跑 跑起來 不能跑 然後先進家 先進家裡 哇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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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侵 入侵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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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跑起來 先跑起來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吃了好東西 有一個舒適效果了 OK 哇 我的家 我家裡面反而更危險 他有拿盾牌的啊 哇嗚 完了 我們在外面 被殭屍包圍 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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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好多 拜託了 我們的食物 我的抗性 我現在食物有一個 多兩點血量 我現在的食物有給我一些幫助喔 太多 太多 太多了 完了 完了 動不了 還是動不了 完了 完了 真的會玩 真的會玩 我的裝備可能會被打爆欸 我還扛得住嗎 要扛不住 扛不住了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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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吧 哇 等一下 哇 這個狀態什麼時候才會消失 我好像一直命中欸 我是不是需要個牛奶什麼的啊 我好像需要解狀態的欸 有 我慢慢 慢慢跳 我用跳的但是 喔 但這不是一個辦法 先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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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天哪 已經計畫成這個程度了 哇 我整個被拆爛 完了 完了 我先 進家裡再說 好 這個大概也會被拆 但是 至少安全一點 我們先從這邊清他們 呼 哇 子彈沒了 哇 我們正要做車子的 天哪 我們之後可以用車子也碾他們嗎 太多了 太多了 欸 他在握我的方塊欸 這傢伙 拿稿子的啊 還有拿弓箭在外面 描足我的 哇 被拆進來了 等一下 太扯了 太扯了 我家這被拆爛了 OK 我們是要有一些 比較硬的東西啊 現在石頭黑石 之後是不是要有黑鑰匙的家 OK 硬到讓他們刮不穿 這樣我應該就安全一點了 還有這麼多 但也不是梅子都會拆 拿稿子的遊戲會拆 有盾牌有弓箭 哇我外面的田應該被拆爛了 現在柵欄已經 沒辦法阻擋他們了 我們的防禦攻勢得再加強一些了 哇外面這邊 死一大片我們剛剛在這邊激戰 真的是差點死掉 我那個柵欄也只能就擋一下下 那好像也沒什麼用 我們要加強我們這邊的防禦欸 尤其是晚上之後呢 我們可能要有一個 真正的戰鬥區 畢竟這邊還算是我家 家裡有一些設施 不想 我們的田啊 田會被踩爆 我們趕快把我們的氣增系統先 建造出來 我有準備另外一個車身SUV 它是休旅車 車看起來比較大台 那我們要加上卡車發動機 我想這個動力是不是比較強一點 然後我還準備了大輪子 這個輪子就有辦法去跨上一格高了 只是這個側面怎麼看起來空空的啊 這個是OK的嗎 我們先造出這台車 欸真的是空的耶 旁邊太通風了吧 這車怎麼長這樣子 來看一下我們的油量怎麼樣了 這邊應該 哇全燒完了耶 這邊還有350mol 發電機裡面也就2000mol左右了 我可以裝發電機的油嗎 讓我裝 還是只能裝這邊的 哇這邊不夠1000 裝不起來 我看一下能不能把這個柴油先 露回去一點點 欸好像不太行 它這邊已經轉化成燃料了 所以好像無法 我們先準備了螺絲起子 板手還有錘子來做一個修理包 叫我們的車子 應該是不是 撞的殭屍應該是會壞吧 不曉得壞的程度是怎麼樣 目前我們的營養均衡嗎 有三條還蠻高的 那有加到4點血量盔甲跟抗雞腿都有增加耶 水果好像很難吃到 蘋果有點少 我們現在都在吃菜跟吃肉啊 那總之我們的生活柴油已經有1000了 我先把它分離出來 這樣子 從這個缸裡面有了 這邊似乎還要先做一個加油站 我們才可以裝到我們的汽油桶 沒辦法汽油這邊直接裝嗎 好這樣子我們油可以灌進去了嗎 喔有了 我還裝我的汽油 STAR OK裡面有1000多的油料了 這樣我好像可以從外面直接裝油 油耶 裝一次100ml 它這裡的汽油桶一桶只能裝100ml耶 所以這裡的單位好像有點不一樣 那這個拿來加油的話 看一下燃料有多少 喔多了20% 所以這個油只要有500ml的就是 全部的油量了 油箱就這麼大了 啟動 這車發不動耶 喔有發動了 只要靠近加油站 Ready OK我們可以加油了耶 我要下車加油嗎 START 有耶真的耶 開始加油了 500ml的容量 OK 我想我的那個氣缸還是油缸 越大的話 汽油量可能更高吧 有了 我們有車子可以開了 好 喔會慢慢加速 會慢慢加速 而且這個呢 渣男跨不過 但我好像有辦法跨過一格高 它真的撞到我們直接熄火耶 我發現我們這個家 它這個草一直長出來 越來越多草了 那為了我們汽車更好的撞殭屍呢 我們要來鋪 柏油路 沒有錯 有很多的瀝青 還可以做成瀝青的斜坡 我們從這邊直接往外跨出去 這樣子 有了有了 接起來了比較細緻的樓梯耶 OK 直接這樣飛車飛出去 我們的賽車場 蓋好了 一大圈的這個柏油路 這是什麼東西啊 你怎麼 長這樣 你好像 腦袋特別大耶 這好遠喔 OK來試試看我們的車子 到底能不能跨越這個地方 趁他們拆我家之前 去吧 我們去賽車場 戰鬥吧 撞人囉 喔喔喔喔 有比較快有比較快 我們替車又比較快喔 會 有輾過是有輾過 可是我好像也會受傷耶 會 我會被攻擊耶 是我這個車太空曠嗎 怎麼跟我想像的 輾殭屍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耶 而且 我輾 欸欸欸欸 還是會中狀態 等一下我的車會變慢嗎 欸視野會很差 我差點睡下去 等一下視野很差 危險駕駛 怎麼辦我們這個車 黏起來 不是很痛啊 我們今天捏一下好像 幾滴啊 這台車不夠力嗎 速度不夠快嗎 真的有輾到嗎 我們輾 輾殭屍計畫失敗了嗎 輾輾輾 哇他這個血好多 而且攻擊好痛喔 重點是我還會受傷 完了 我們的汽車 只能當作這個 碰碰車來玩而已耶 只能 只能在這邊開車了 oh no 變成駕訓班 先回去 我做好一條回去的道路 ok no 我們這個車 不太行 啊裝車 ok 不行啦這個車 這邊直接變成一個樓梯 大家直接進來啦 反正你們會拆 我就 哇就不擋啦 欸連箭矢都可以讓我 中這個狀態是不是 喔好狠 遠距離的狀態 蛤那個箭矢也太可怕了吧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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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現在呢 好像只能做 比較強的防禦攻勢了 自動砲塔啦 或是 旁邊的這個鐵絲網尖刺 可能需要耶 至少 會挖的還沒那麼多 好 他拿的是稿子喔 那我用木頭的會不會比較 他可能挖比較久 石頭可能挖很快 喔這個好耐打喔 這個大頭 大頭怪 大頭怪 血超多 防禦超高的耶 我們槍 可能要準備 更好的槍了 看看有沒有 唉唷那邊怎麼一個怪怪的 ok 遠程攻擊也太多了吧 哇我拿槍 他們拿弓啊 好狠 不過呢 不用路呢 現在麻煩是我們裝備 快壞掉了 這個重要的 蜈蚣護腿 喔我頭盔這個要打爆了耶 OK 我們現在要想辦法 多拿一點皮革去做裝備了 那我那個蜈蚣 哇那個在地下 要去洞窟裡面走 那個 不好找耶 要打七隻蜈蚣才有辦法做一條腿 哇爆了耶 完了 沒辦法爬牆了 那個爬牆功能超級強的 我們都只能在平常的 不用地上做一個 戰鬥了 才不會拆我家 欸等一下 他們 他們怎麼挖 挖地洞進來了 哇 他會破壞方塊 等一下 你們已經進化成這個程度啦 怎麼這麼聰明 完了 我這個直接被他破壞耶 我的不用路都 壞成這樣了 我都蓋好一條路讓你們進來了 你們 不要拆我家呀 哇 好狠 直接一個地洞喔 哇 喔 泰坦 不太一樣耶 這 這塊頭好大喔 可以把泰坦好像不太一樣 好啦 OK 我們之後再平坦大家公平戰鬥 不要再挖我的地板了 不要再破壞我家了 OK 空曠一點我們打起來比較方便喔 邊打邊走 只是我彈藥 真的必須準備很多耶 我的散彈 嗚喔喔喔喔那好快喔 我的散彈好像 打光了 OK 換小手槍 欸 我的小手槍咧 完了 我 丟槍了 OK我的槍我的槍 喔 有中狀態的 不要 等一下 跳跳跳跳跳 還有人嗎 我看不到人在哪邊 喔 大隻的 跳跳跳跳跳跳 完了 真的要不行了 要不行了 哇 天啊 現在殭屍這麼可怕 又會破壞方塊 又會 又會 快速移動 還會有這種可怕的狀態 喔 我的經驗值噴滿地 不是 我的屍體在這邊 我的屍體 破壞一巴 OK 我 哇 我的裝備還沒穿上 完蛋我現在有沒有辦法先睡覺啊 欸可以耶 趁他們在旁邊比較遠的地方 我們先睡覺 不然晚上越來越多 挖 我們現在很難撿屍體耶 那些敵人們 通通跑進來了 又 挖地都不知道有多少 OK 連不有路都被挖成這樣子了 我上面有路 你不走 有需要挖成這樣嗎 太扯太扯 OK 我的槍我的槍 子彈有在身上嗎 有 哇 必須 在 進入白天前把他們清掉耶 不然 白天還是那麼多 那種狀態類的有點麻煩 我們可能要準備 幾狀態的牛奶嗎 要備好很多牛奶 或是 我記得有這個 解異常狀態的料理 時候可能要多備幾份了 最麻煩的是我們完全不能動 我可能要 划船離開 好像也不行 我要一台車耶 這種狀態馬上上車 但我們那個車 嗯 要發動 要時間 哇這裡全部被拆爛了 我的天 我的天 我們這個家園好像 活不下去了耶 然後我的天也稍微被破壞了一下 欸它這邊是亮度不夠嗎 還是水沒了 它怎麼開始跳了起來 總之我們這台破車好像 好像 好像不太行 我們的小破車 這邊真的 可以 我們這裡有大輪子 應該是可以在外面跨上一格高 我們當作移動手段嗎 不過我們用飛行船好像更方便喔 有有有 這邊可以跨上一格就方便了 之前的是跑車 所以它只能走平坦的 那跑車也許速度更快啦 我們這個是 休旅車 但我們完全沒有門耶 哇這個 沒門的車太通風了吧 我們這台車呢 耐久撞到10 好像也沒有說受到太多傷害 然後我們引擎的溫度會不斷上升 然後還有電池的量 所以之後可能會 沒電 電瓶沒電就發動不了了 這台車 欸蠻真實的 所以它也有點弱 我們這個家真的被挖成這樣 那目前危險度已經提升到越來越高了 我們之後可能要在晚上 進入一個戰鬥基地 不能在家附近 它會破壞方塊啊 我們要找一些比較硬的建材 那甚至要往空中發展嗎 地底的話感覺他們也是 會挖地道直接闖進來喔 到今天為止呢 我們已經擊殺了1400隻殭屍了 離目標1萬隻 逐漸靠近囉 已經完成14%了 目前累積死亡次數6次 我們抗體要逐漸不夠了 下次需要506的抗體 才有辦法繼續的存活下去 請大家幫助我一起完成這次的挑戰吧 中文字幕提供